我們不管多討厭吳釗燮 或多討厭我們對面黨的哪一個政治人物 我覺得這種事都不該做了 這個由於恐嚇或者牽涉到家人的人身安全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要零容忍 你恐嚇他的家人去幹什麼 當然我是覺得前一陣子 這個NCC想要通過 就網路的檢查的法 這個法不是不可以利 但是我覺得利的時候不能去干涉言論自由 尤其是在網路上的一些言論的表達 但是比方講有些網路上 像這個查我猜了 它可能也是設在國外的帳號 但是我是覺得碰到這些 有一些恐嚇或者是對你競爭對手的侮辱 我覺得政府都應該要想想辦法如何去查出來 尤其現在不管我們罵1450的同時 其實現在坊間充滿了1450 這些1450到底是對國家有幫助呢 他還是沒有幫助 但是不管再一次重申 不管你多討厭這個 這個吳釗燮 蔡英文或者什麼什麼人 都不該去恐嚇到他的家人 最近這個紐約時報呢 對於台積電啊 他在這個亞利桑那的這個投資設廠 然後做了一系列的報導 然後從這個亞利桑那然後到台灣 然後看整個台積電所面對到的一個狀況 包括他們在這個美國投資上面 所遇到的一些的困難 比如說招工困難啊 然後彼此的工作文化不一樣啊 然後到台灣那現在台積電面對到這個問題 但是他今天比如說他指出來說 台積電呢因為我們少子化啊 然後呢所以會人才不足 這個不只是台積電的問題啊 而且呢大家去看那個報導 他裡面呢也提到了啊 就是很多他其實是跟年輕人的這個價值觀 跟過去不一樣了啊 現在的這個年輕人大概就有一些 他們不願意投注到這麼多的 這麼多的這個心力跟這個時間呢 在這樣子的工作上他們會思考他們想要的 真正的工作的價值 像他這個裡面有提到一個 曾經在台積電工作的人 他現在呢就轉到做一些顧問啊 那他的整個的生活的樣態 他就輕鬆很多嘛 所以這不只是台積電的問題 而是牽涉到價值觀 然後還牽涉到就是大家對於 我需要什麼樣的一個工作的一個樣態呢 有關聯 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現在看到台積電所面對的人才短缺 其實未來啊 其實現在已經在現在進行事了 這個Chat GPT的發展 他們很多這些AI 他們都可以取代這個高級工程師的這個角色的時候 他還會不會需要這麼的爆竿的投入 或者反而是說高階的這個工程師的人才 他們要是進階到 他們其實要更多的是前端的一些的設計 而不是處理這個現場工作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 這些都是可以再繼續討論的啦 但是關鍵在於是說 我們今天呢怎麼樣看待台積電這個重要的 我們的這個護國神山 當今天蕭美琴 他透過這個華盛頓時報的訪問 然後來強調就是台灣的這個價值啊 重要性好像來反駁這個美國議員說 如果台海之間發生什麼樣的問題啊 然後這個巴菲特呢覺得台灣這個很危險啊 然後國議員說台灣如果發生什麼問題的話 就要把台積電先炸掉啊 我認為蕭美琴的反對 蕭美琴的這個抗議呢 他的這個表態和他接受訪問的強度是不夠的 就是紐約時報之前的時候 才針對這個蕭美琴 給他寫了一篇這麼 這麼就是哇覺得把蕭美琴 就是把它稱讚的非常好的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一個我們在這個美國呢 很得力的對台灣來講很重要的這個外交官 在這麼重要的這個問題上面 你是不是應該從國家安全的角度 從台積電呢對於台灣的重要性 對美國的重要性 在兩岸的關係的這個角度上面呢 去告訴紐約時報 去告訴這個美國的這個政壇 不要動不動呢 就把這個台積電呢 要太翻真正 就要把台積電炸掉 台積電是什麼 台積電是 是你美國 是你美國壞養的一個 來對抗中國大陸的籌碼嗎 不是這樣子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